好,那我今天嘗嘗說多點廣東話 看他們是不是真的職聽 我先問一下JPM 好 那,真的是廣東話 好 你的專輯剛剛推出了呢 就叫做365 365天 365天 對我國語啊 我剛剛都說 為什麼叫365呢 為什麼叫365天 算了 黃姐,告訴我 因為呢,這次專輯呢 算是以艾薇出發 然後呢,也希望呢 三百六五天 每天都可以見到我們的歌迷 然後呢,今天上次是三百六五天的第一天 希望之後可以多多來香港和大家見面 所以全名三個天 哇,365天的第一天在這裏 第一天在這裏,好開心啊 OK,那哪一首歌 又最喜歡的呢 聽不聽得懂啊 阿健仔是聽得懂的 正確我剛剛沒有說 來,我剛才喜歡 阿師傅這樣 看一次這個專輯就是你最喜歡的 對 現在放這首歌 相信愛 蹲蹲 對 不要原諒我 我都沒有睡覺 我們三個次 好想說呢 他們三位呢 他們其實昨晚呢 在台灣 先參與一個大型的倒數活動 立刻飛過來我們全門市內廣場 見大家 睡都沒睡過 可不可以給他們一頓鼓勵啊 今天我們從台灣到現在都沒有睡覺 但是沒關係 我還是用最好的表演給大家 這張專輯其實每首歌我都很喜歡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就會相信 因為像剛剛王子有提到愛的部分 其實2012年的時候 我們有發現其實過去很多天災人禍 那其實JP看到的時候 覺得說心裡很難過 想說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大家想要傳遞這篇獎給大家的愛 所以我想說他寫的相信在這首歌 想不到 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大家 馬力拉 九七點了齁 我累了 我最喜歡的歌是 我沒有很想你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非常感人 然後他裡面的故事也是寫 現在很多年輕人會經歷過的故事 有暗戀 有現在式跟過去式的 但裡面有三個不同的感動 那我覺得 大家可以從這首歌裡面聽出我們 讓大家想要聽到這首歌 讓大家聽到這首歌 讓大家喜歡 你們喜歡嗎 你們喜歡嗎 你們喜歡 你們喜歡 我相信JP剛才是Terry寶 現在說完之後 都應該要口紅了 口紅了 我們不如請我們的同事 立刻衣服去Fans 帶他去